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天的傍晚 中聯辦舉行了新春酒會 新任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進行了首次主禮 他在酒會上發表了接近20分鐘的重要講話 與此同時 建制派竟然間拉大隊放棄出席中聯辦的酒會 到底是甚麼事? 我們逐一去看看 首先看看駱主任這篇講話裡有甚麼重點 我就歸納了兩個重點 第一 他重新止暴制亂和恢復秩序 就是香港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 他就說到 今天的香港還未完全走出困局 香港是多元的社會 對於一些問題存在不同的意見 甚至是重大的分歧並不奇怪 但是不能走極端 更不能搞暴力 一家人之間有商有糧 再大的事情都好解決 破壞法治和文明底線 對社會只會帶來災難性的破壞 他這番說話很明顯是為了延續強硬路線定調 只不過他剛來香港的時候 第一次見記者 弄一棵刑客蟲來讓你嘆 以為有所改變 這個強硬路線是不變的 我已經很清晰了 因為講到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還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即是要繼續打壓示威的活動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的就是 那些相對比較激進的示威行為 在過去一兩個星期 其實已經相對回落和減少了 不過那些香港警察 他們打壓的手段 仍然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甚至乎今天已經有消息推出了 就說在研究中要引入一些電槍 來對付示威者 或者大家都知道 在西九龍中心 人家那個年輕人拍攝的藍店 又說要拘捕他回去 或者在遊行當中 又前後包抄將示威者 有理無理就拘捕警署才算 很明顯的就是 這班香港警察就是想連和理非的聲音 和和理非的行動都不想見到 就想把所有示威活動 就要掃得一乾二淨才行 否則他不需要 還依然用這麼強硬的手段 來對付示威者 已經是相對溫和很多 那些和理lunch和和理shop 全部都是不讓你搞的 實在太過著跡太過明顯了 就是連和理非的行為 他也是不能夠接受 第二件事就是 駱主任說什麼呢 就是賣弄溫情 剛才提到 他強調香港是一家人 要有雙有良 而且他還說得非常肉麻 他怎麼說呢 他說來到香港十二日 作為香港這個家的一員 已經感受到家人的親切 他很強調家這件事 此外他又入鄉隨俗 試試引用歌詞 他說回望過去 人們相聚在獅子山下 拋開區分求共對 才有今天璀璨的香港傳奇 雖然局勢還未完全穩定 但是香港精神一直在 香港優勢仍然在 國家支持始終在 他對香港這個家重回正軌 早日復原是充滿信心的 大家聽到 又肉麻又虛偽 竟然說來了香港十二日 就作為這個家的一員 哇 你真厲害 來了十二日 就當香港是自己的家 而且還感受到家人的親切 要不就是你落主任虛偽 要不就是面對著你落主任的那些人 是很虛偽 來了十二日 就當你是家人那麼親切 真是好笑 這件事有沒有搞錯 說出來香港人也不會受賣 這套這麼肉麻 骨都被買 什麼家人 好像網絡的輿論都馬上批評 首先先不要認親認識 香港人就最忌諱 通常什麼時候會無厘頭認親認識 就問你借錢那時候 或者有求於你那時候 對不對 所以非香港人就不會受賂 還有就是 他又引用這個所謂獅子山下 這首歌都已經用到難了 由十八年前開始 即是2002年的時候 時任的財政司司司長梁錦松 在宣讀這個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引述這首獅子山下開始 喂 中間也不知有多少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都是引述過這首歌 其實那些年輕人就對這首歌非常反感 為什麼呢 正是因為覺得這首獅子山下 只是在代表過去的那種香港的精神 是不是 哪些歌詞能夠代表到香港現在的時下的年輕人呢 喂 連海闊天空都開始奪 就是要唱這個 願榮光歸香港 才是代表到目前香港的價值 而那些青年為什麼對於獅子山下這首歌 無感甚至乎有些是反感呢 他們正正是覺得 獅子山下發跡的那一代 竟然只顧著自己的利益 沒有顧及到香港的長遠利益的發展 包括沒有顧及到香港的政治發展 所以導致今天的局面有所欺欠 所以你對著那些青年人 唱這個獅子山下 基本上是得不出所而言 沒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好了 而且你經常強調這些是一家人 什麼什麼 首先如果真的是一家人的話 會不會當市民街坊走過的時候 就將他打到頭破血流呢 是不是 就是要用警棍打穿他的頭 然後再在他的箱口上噴胡椒噴霧呢 這些是不是一家人的表現呢 或者是拘捕他回新屋嶺打到骨折 這些是不是一家人的表現呢 或者就是把那些無辜的市民 拘捕回警局 然後安過莫須有罪名給他 然後律政司署 竟然間不做把關的工作 全面配合那些警察 就所謂止暴制亂 是又告不是又告 或是告到上庭沒有證據 才當庭釋放 這些是不是一家人的表現呢 沒有人受的 這套就是 還有 今天就已經是年廿二了 有很多人依然在拘留所那裡 被你還押當中 又不知道在做什麼 只是在等著排期上庭而已 到時候沒有罪 就不知道要問哪一個來追究 只不過他總之今年的過年 就要在拘留所裡面度過了 這些是不是一家人的表現呢 還有 多少人就已經判了罪坐牢了 這些是不是一家人的表現呢 還有更多的是什麼 那些有很多手足去了台灣 避難的 那些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跟家人團聚了 到底你香港警察 造成了多少個家庭 是破碎和破裂呢 這些是不是一家人的表現呢 講不講得過去呢 林鄭和香港警察 你同一代的青年人 血海深仇 是不是用一家人這三個字 就可以用三言兩語沒得走呢 我絕對是不相信 還有如果你說要一家人有商有糧的話 請問這個真相普選 要商量到什麼時候呢 是不是商量到2047年才行呢 這些是基本法裡頭 對於香港人的莊嚴承諾 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 基本法裡頭寫了 現在這個特別行政區已經過了23年了 我們只剩下27年而已 所謂50年不變 還要談到什麼時候呢 商量到什麼時候呢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麻煩你一句說清楚吧 不要再騙騙騙騙了 如果你說沒有的 強權騙到公理的大石窄死蟹的 市民自然會有其他的路向 沒有就沒有 說清楚就可以了 沒有就沒有 有就有 有就什麼時候 不要再騙騙騙 已經講足了23年了 到底什麼時候才有這個真相普選 是承諾得到 是實踐得到 這個也是一國兩制的重要構成部分 不要只是說你那些什麼 紙暴製亂 或者其他那些事情 這個真相普選 什麼時候才有 對不對 好了 建制派今天集體放棄 出席中聯版的酒會 到底是為什麼呢 原來他們今天要留守 在這個立法會這樣說 因為立法會有關增加產價的修例 將會轉交人力事務委員會繼續處理 由於這些建制派 就要謹守會議廳 確保要有過半數的議員在職 以防泛民再突襲 即是無厘頭點人數 就使得大會留會 於是他就要全部坐定定在這裡 好了 民建聯的主席李慧琼就說 全部13名民建聯議員 不會出席中聯版酒會 他認為議員的責任就是留在立法會開會 哇 真是說得官免堂皇 真是大仁大義 還有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說 他和容凱恩今天將會留守立法會 不會出席中聯版酒會 他強調盡議員的責任是緊要過新主任 這個很明顯就是暗奉當日民建聯 借頭借路拉大隊進去中聯版 只不過吃了閉門羹見不到落主任 其實建制派不去中聯版酒會只有兩個因素 一是被動 一是主動 先說主動的可能性 就是他們覺得 這個落主任也不重視我們建制派 上次我們拉大隊去找你 你又不見我們 於是這次就要橫以顏色 就要杯葛你中聯版的酒會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很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班人只是奴才奴才 他們根本沒有一個自由的意志 是可以杯葛中聯版的新主任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比較低 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被動 即是留在立法會 即是放棄中聯辦酒會 即是說他們要上演一場的大龍鳳 很明顯就要跟中聯版保持一定的距離 或者中聯版想跟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 就指令他們留守這個立法會 扮盡責為民生 說什麼增加產價的修例 或者這個落主任根本上是看他們不上眼 就不想看到他們 不放在他們眼內 即是失寵 反正無論以上任何一個因素都好 建制派都是被動留在立法會那裡 被動放棄中聯版酒會 我覺得被動的可能性就比較高 因為我不相信這班人 是可以主動作出任何的決定 甚至乎當日大家記得 在這個工聯會大敗 在這個區議會選舉以後 麥美娟第一時間撲出來 就罵這個特區政府 對不對 後來他就修正了自己的說法 很明顯他第一次的即時反應才是真的 然後被人勒令去收爹 所以就不再批評特區政府 所以這班傢伙擺明就沒有自由意志了 我不相信他們是主動拉大隊杯葛的 只不過是被動演這場大戲而已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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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